歡迎收看香港程式交易研究中心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探討Curve Fitting和Overfitting的概念 雖然這兩個概念算是入門級 不過我從來是從來沒見過香港有任何人可以說清楚他們兩者之間的分別 所以就算有聽過Curve Fitting和Overfitting的朋友都建議你們看一次 相信我說的概念才是全香港最清晰的 相信有接觸過程式交易的朋友或多或少都聽過Curve Fitting和Overfitting兩個名詞 他們是Optimization過程的產物 其中一個還是Program Trading的最大敵人 而由於他們兩者的意思都很相似 很多Program Trader都會當他們是同一樣東西 但其實他們兩者之間是有少少微妙的分別 不過要解釋Curve Fitting和Overfitting之前 我們首先要很快講講Optimization是什麼 Optimization即是執行很多次的Bat Testing 只不過每次Bat Testing是用不同的參數組合 相同的交易邏輯去做 目的是找出最適合的參數 基本上做得Bat Testing都一定會試不同的參數 就算是最簡單的Single Factor Strategy都好 都要有最基本的交易信號 指贊和指洩才可以組成一個可以Bat Test的策略 而交易信號 指贊和指洩就一定有不同的數值可以去設定 這些數值或者參數就是Optimization要找的目標 例如一開始你固然不知道不水數據有沒有用 而且也不知道單日流入N一個N 累積流入M一個M 連續流入O日一個O應該用什麼數值 所以就叫電腦幫你去試齊去再看看結果 記住這個過程我們不可以假定筆水數據一定有用 但因為你要Bat Test一個交易邏輯 你無論如何都要設定一些參數 所以就會設定不同的N、M、O去做這麼多次的Bat Test 不過這個步驟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會產生問題 例如參數分得太仔細又或者加入太多的參數 就會形成過度Optimization的問題 在這個筆水流入的例子裡 你可能會覺得每0.1億都Bat Test一次很誇張 但想心一層其實每一個交易邏輯都不會有一個方法去告訴你 應該達多少先去Bat Test一個參數一次 是不是過度這個問題是沒有Hard Rule去指引的 而我們只需要知道過度Optimization就是Curbed Fitting和Overfitting的成因 了解完Optimization是什麼之後我們就可以說Curbed Fitting和Overfitting 我們都知道做程式交易要制定賺錢的策略 分開來說Bat Test的目標是找出市場行為的規律 而Optimization就是找出符合市場行為規律的參數 這個不難理解,任何規律都可以用數字去描述 我們都要找到一個數字出來才行 而Curbed Fitting和Overfitting就是統計學中的術語 用來形容數據之間的關係 好像圖中一樣是一個典型的Sign Wave 其實每個Data Point都是一個點,有座標X和Y 而我們可以很簡單地用Sign的公式Sign Function去描述它 即是Y等於Sign X 當我們用公式描述到X和Y之間的關係的話 就代表著我們有能力根據下一個X的數值去預測下一個Y是什麼的數值 套用在Bed Testing身上X可能就會是時間,可能是其他掌握到的因素 而Y就會是我們想預測的價格 只要預測到價格走勢就有能力去制定一個賺錢的策略 問題是理想和現實總是有差距的 現實的資產價格當然不會像Sign Wave Curve那麼Smooth 而是充滿雜音,又稱之為隨機性 例如畫面上左右兩幅圖其實都是Sign Wave Curve 右圖只是多了一個Random Factor,即是雜音 雜音是隨機的,不能夠預測,沒有重複性的信號 對於交易來說是毫無價值,還會阻礙我們去找個規律出來 如果不以為雜音是市場規律的話 得出來的backtest結果就會看落賺錢,實際運用的時候就會賺不到錢,甚至是虧錢 這個不是歷史重不重複的問題,而是純粹雜音的問題 不要誤會了,我不是說短線交易一定是雜音 只不過雜音的確在短線數據上是特別多 所以高頻交易說就很理想,做下去是非常困難的 而說回Curve Fitting和Over Fitting的分別 就是在於一個資產價格如果真的有規律的話 你去找個規律出來,用來制定策略去做交易 這個方向絕對是沒問題,而這個做法其實就是Curve Fitting 由此可見Curve Fitting不是負面,甚至是必須 而Over Fitting就照字面所解,Over嘛 任何Over的事物都是壞的 就等於你在充滿隨機性的號碼中,過分解讀一些雜音 這些雜音是隨機的,不會重複的 所以對未來的交易是完全沒有幫助,肯定是一件壞事 現在大家明白了,Curve Fitting不是壞,甚至是必要 Over Fitting就是壞,肯定是壞事 所以最大敵人是Over Fitting,不是Curve Fitting Fit的程度低就是Curve Fitting Fit的程度太高就是Over Fitting 由於兩者只有程度之分,所以其實他們是沒有量化的量度方法 即是不像波動性那樣可以用Variance、標準差等等的數字去表達 而且由於我們是不可能100%分辨規律和雜音的 不可能100%去除Over Fitting 任何交易策略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Curve Fitting 之所以大家常常分不清他們 是因為多數Program Trader都會用這兩個名詞去表達同一個意思 而兩者的意思的確是有相近的地方 所以才會約定續成地,當了他們是同一樣東西 兩者的意思其實是Interchangeable,很少將他們細分 而Over Fitting的壞處之所以是這麼大,很大原因都是人類的天性 只要打開媒體,每一個價格波動都可以有原因 傳媒要解釋每日的股市升跌,都要找個原因去解釋 那又怪不得媒體,因為觀眾喜歡聽 但這種歸因的天性就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就是會嚴重浪費時間,distract了我們去找真正的規律 這個問題其實不只是程式交易的範圍 從古至今,多少人窮一生去研究練金術、星座運程這些偽科學 其實都是出於人類喜歡歸因的天性,浪費了很多時間 而說回程式交易,我們不想浪費時間 也不想找一些未來賺不到錢的策略 就一定要盡量避免Over Fitting這個問題 那怎樣去避免Over Fitting呢?其實就有幾個不同的方法 首先就是在Bad Test的時候不要加太多Parameter 不要那麼貪心,什麼都想在同一個Bad Test裡面試完 應該逐個逐個Single Factor拿來試 這樣才可以比較客觀而又獨立地去Evaluate每個Factor的影響力 適合的就留下它 寧願之後連同其他Single Factor策略一次過Aggregate的計算 這樣才是客觀 而且每個數值的變化都不要相差太少 不要不需流入每0.1億分一格來試 這樣一來會大大增加電腦的運算時間 二來根本就沒有意思,沒有效果 通常以Single Factor Bad Test來算 不要超過10個參數,最好大概4-6個左右 另外就是一開始不要追求太完美 我知道很多人接觸程式交易之前 本身都有一定程度的數底或者是統計學知識 又或者是已經學懂什麼是Sharp Result 什麼是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MDD等數等等 懂這些絕對是好事,沒有壞的 但是對於Program Trader來說 純粹知道如何量度策略好不好是不夠的 因為Program Trader是要負責找這個策略出來 而現實是很難找到完美的策略 尤其是Single Factor的策略 教科書上叫我們去找Sharp Result越高越好 MDD越小越好,交易次數越多越好 鬼不知道嗎? 但是教科書不會教我們太過高的Sharp Result反而是警號 MDD小但仍然是有機會遇上黑天鵝 交易次數越多,沒錯是會更加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但是一般人又哪有可能可以這麼容易寫出高頻交易策略呢? 手續費這個大魔王怎麼克服呢? 講驚嗎? 情況就像女生找男朋友一樣,又高又英俊又專業人士又年輕又喜歡小朋友 單身的機會有多大?又怎會隨便讓你在交友App找到? 不是說沒可能,當然是有的 但套用在程式交易上很難在Single Factor Strategy上找到 就算有,你也要保持高度警覺 要分清他是渣男還是筍盤? 是overfitting還是真的有用的策略呢? Generally 這樣說,Sharp Vaiso高過3就要警惕了 還有很多都是經驗之談,有機會遲些拍片再說吧 除此之外,另一個要小心的就是BadTest有槓桿的工具 即是那些要用按金的期貨、期權、CFD等等 因為交易是Path Dependence Process 槓桿特性是會放大了交易初期的雜音的影響力 導致後期的利用會被誇大 如果你試過BadTest期貨,而有塞好parameter下去的話 你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一個幾十萬炒上成億的策略 這些模擬是overfitting來的 不是期貨不可以BadTest,但要認清楚這個風險 最後也是最多人忽略的一環就是常識 有個邏輯迫法則叫做Optcam Razor Rule 簡單來說就是任何模型、任何理論都是越簡單越好 很多對沖基金的量化策略看起來的運作就很麻煩 但其實背後的原理都很簡單 而我們散戶都可以憑常識和經驗 都可以大致猜到一個模特兒由簡單到複雜之後 其實效果會相差多遠 例如一個策略根據期權的Corpus Razor做交易訊號 Corpus Razor可以用end of day的成交量計 亦可以用未平倉合約張數計 更加可以用未平倉合約的金額去計 這三種方式去計Corpus Razor都很容易計 無論如何計算 三者的效果都不會相差太遠 不過如果你在模特兒裡加入一些複雜的東西 例如你想根據期權的intraday volume profile 去做一個rating 再用這個rating去計算Corpus Razor的話 整個模特兒就會複雜很多 又要加入rating又要兼顧intraday data handling 但效果是否一定有提升呢? 當然不是 可以是完全沒有提升 甚至是更加壞 其實只要你battest多 你就會慢慢發現策略是不一定越複雜越好 來到做個最後的小終結 我們現在知道overfitting的問題是源於市場雜音 Program Trader要做的事就是避免overfitting 而overfitting是沒有量化的量度方法 亦都不可能100%去除 所以剛才提到幾種避免overfitting的方法 關鍵都是源於Program Trader對於市場規律的理解 只要不要令自己的策略跌入隨機性的陷阱 那就已經可以解決大部分的overfitting問題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有興趣就記得like and share這段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 李宗盛